大家好 我是Django项目部署的老师黄向昂 那我们上一节课呢 有讲了 讲了一个 Django部署过程中的基础依赖 也就是python、Django和MySQL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主要讲的是 部署前的准备环节 这节课讲呢 是setting.py 也就是说它的配置文件 里面的一些相关的改动 那我们看一下这一节课呢 主要的内容 首先呢 我们一个Django项目要部署的时候呢 首先一点就是说时区 就我们经常会显示一些时间啊之类的 那setting.py呢 里面是有这个选项的 所以这一部分呢 是应该是我们应该来改 那下面我一步一步的来进行操作 然后同学们呢就跟着我 呃 一步一步的来 配置 那首先我们就打开 项目 我们上一个项目已经配置好了这个页面 也就是说可以显示 而且连到数据库 那么 我们现在呢 就打开里面的setting.py 也就是我们每个项目里面都有一个setting.py 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了 那一打开之后呢 应该是像这样 那 呃 刚才说的 时区 应该 呃下面 在这个地方 它默证是UTC 那我们把它改成了 呃 北京时间 也就说 呃 Asia 上海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 呃 数据库 我们上一节课 呃 有 有把它配置好 它的数据库的名称 还有 呃 用户名啊 密码 那我们这一节课呢 有一个要增加进去的 就是 呃 host host 这个是必须增加进去的 因为 呃 我发现有一些 在有些standhost上面呢 它本身的host 文件呢 没有 呃 没有 没有按标准的 这样来 把127.0.0.1 加进去 那有时候这里会出错 那大家呢 就把 呃 Settings.py里面这个 database 这里增加一句 差不多是这样 呃 就在这里 那为什么这里是 127.0.0.1 而不是 呃 localhost呢 默认的localhost呢 因为我们要解析localhost呢 到127.0.0.1呢 是要通过一个host文件来解析的 但是有一些默认安装的话呢 它不一定有 有帮你填好 所以我建议还是说把这里配置好吧 那配置好了这个database呢 接下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关闭debug debug debug 还有temporary debug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呃 平时调试应该也清楚 就是说哪里有出错了 那它呃 呃 它经常会弹出一个 弹出一个错误的页面 而且里面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信息 就我们不希望给别人看到的那些信息呢 它也显示出来了 我们可以试一下 就刚才这个页面 我们里面给了它一个非常简单的 呃 链接 当然这里面呢也是呃 通过修改我们的圆码来得到的 它是这样 嗯 大家可以看呃 我访问test的时候呢 它是访问到view.test 那么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view.py里面的内容 那这里面呢也很简单啦 我就加了一句 呃 response test 当然这些是呃 django的基础啦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 也就说我访问一个网址 然后直接就呃 打印一个test出来 那在这里呢我 我就给它 呃 呃 故意的把它改 改 改出一些语法错误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触发它的一些 呃 打印信息 也就说debug模式下面呢 我们如果 例如说我这里 呃 我随便多敲一个字符 那它这里 按道理就是一个错误了 那么我们再访问它呢 它应该是这样 显示这样一个异常的页面 这是语法的异常 那么语法异常呢 它就会显示这些非常详细的信息 那么我们部署的时候肯定是不希望 呃 外面的人可以看到这些信息 所以我们需要把那个debug光掉 看这些信息 也就说只有我们在内部开发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 那要怎么光掉呢 就是 呃 应该是这样 我们呃 最好呢就是 看看计算机名 如果是我们本地机器名呢 我们就不让它开着 然后如果补其他的机器呢 我们就是默证把它光掉了 那这一段代码呢 可以复制下来 那这一段代码呢可以复制下来 当然你们的 呃 课件里面呢也有 那或者我是手动的输入进去也可以 它应该是这样的 在这里 setting.py 另外一开始的地方呢 你可以看到debug是true 也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 需要 unport一个socket的包 那再判断一下我们 是不是本地的机器名 应该是 socket.gethostname 我们 我们 假设我们本地的 机器名是这样 啊 那么 它的debug呢 也就是说 我们这是本地的机器 debug呢 是true 那 否则呢 debug呢 就是false 那除了debug呢 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标记了 就是一个temporary debug 它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嗯temporary debug呢 就是说我们的 呃 例如说我现在里面的一些 呃 是访问404错误啊 或者是其他错误 它是 有一个开关的就是temporary debug 那我们debug呢 就像刚才那样是一些呃 语法的错误啊 这些 所以它这两个开关呢 我们都是同样的 呃 给它 配置好 这个是temporary debug 这里呢 这里呢 也是一样 那不如就把它连成一句 这样 这样 那还有呢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配置 我们可能也也有区别啊 例如说 数据库 我们不想说 在本地和外面的是同样的用户名和密码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把它区分开来 呃 就好像 database啊 例如说我在本地的 database是叫这个 那么我远程上的呢 就叫 是另外一个名字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它写进配置文件里面区分开来 呃可以这样 那这个呢 就是本地的啦 本地的叫dbdb 那我可能 远程上的 我就不叫这个名字 我就叫 呃 productiondb 那它两个名字呢 就不一样了 然后它判断的依据还是说 呃 是不是本地的计算机名 这样来配置 当然我现在这台电脑呢 名字是叫lab1 lab1 那我这里呢 应该是改成lab1 也就是说我lab1这里呢 访问它是debug模式是开的 那配置好之后呢 那配置好之后呢 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来测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效果 直接保存 哦 哦 这里好像是没有保存的权限 那我们把这一段复制下来 OK上面还有一个impose socket 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 我们在这里要 然后 import socket 那刚才这个debug true这个呢 是放成刚才我们写好的语句 像这样 这些课件里面也有啊 那我们现在只是为了来看一下 现在呢就是这样 还是跟原来一样 因为我们现在计算机名就叫lab1 那还是一样 那我们现在呢 尝试故意的改动它 我们这里呢就改成 只有名字叫lab2的lab2的计算机名呢 它的debug模式才是开的 那就会是这样 看一下 ok 所以这里setting 这个alohost 必须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setting alohost 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需要来改动它的 也就是说在 这里应该是给它一个允许的 主机名 也就是我们发布出去之后的网址 像这样 它跑起来 那么我们可能那个地方应该是改成localhost 404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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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 如果我们故意把那个Lab1改成Lab2 那么它就会显示一个非常简单的ServerAlert页面 也就是500页面 也就是说我们把Debug模式关掉了 它不会再显示那些敏感的信息出来 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 那这样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要配置的就是邮件通知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 有可能 我们的网站里面链接是有 某些链接是有问题的 用户去点了 它总是出错 要么呢 就是访问不存在 那我们希望来得到这些通知呢 我们需要来配置一些额外的信息 这些信息呢 也是在setting.py里面设置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课件里面 我举个例子 例如说我们现在 每次它如果失败了 我们就希望它能发一个邮件到这里 我们在这里添加 也就是说 例如说出了像刚才500这种错误 我们希望它发个邮件到某些邮箱 到这里 我只填了一个 但是这里是可以填很多行的 这里只是给个例子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来配置 那同样的 如果我希望 它出现404页面的时候呢 也能通知管理员说 我们的网站里面某个地方 出现哪些错误 404的错误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样来 添加 那怎么添加呢 我们需要一个enable 一个middleware 也就是中间键 这个中间键呢 就叫 Blocken Link Email Middleware 我们需要添加这一句 到 Settings.py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中间键的列表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 再加上一个 加上一句 也就说我们要发邮件来通知这些404的错误呢 我们需要添加一个中间键 添加进去之后 那它出现404它会通知哪个呢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出现其他 例如说语法错误啊 或者是505500之类啊 这些各种 它是发到这个admins 那我们中间键的错误呢 我们是发到managers managers应该是这样写 它的语法跟admins是一样的 也就说你完全可以增加多个的被通知的人的邮箱 应该是这样 像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发送到这些管理员的邮箱 那么说到这里呢 我们是怎么样来发这些邮件出去呢 我们知道Django它本身墨证有一个配置 看一下 那我们有时候不知道那个全局的Django的全局配置放在哪里呢 可以 大家可以通过这条命令 来获取 通过这条命令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哦 Django原来是放在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来编辑一下它的配置文件 这个路径底下呢 有一个config global setting.py 这个是Django的全局配置 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 也就是说邮件我们是用什么邮箱来发 是哪个邮箱来发 还有呢 这个邮箱服务器 发送这个邮箱的邮箱服务器 它默认是本本机 当然本机要发邮箱呢 可能也是得需要去配置它 那么我们正常来发送我们怕这本机发出去的邮箱给放到别人的垃圾箱里 我们可能就需要用一些比较正规的发送邮箱的服务器了 当然呃 搭搭建 怎么搭建一个邮箱服务器的 呃 也不是我们这个课程的目的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是用 举个例子 用腾讯的呃 QQ邮箱的服务器 就是企业邮箱的服务器 应该是这样填写 例如说你 你的邮箱是这个 然后呢 服务邮箱服务器是这个 那端口是25了 SMTP发送的 正常都是25 那么我们把这些参数呢 填回去 刚才的Global Setting里面就可以了 这里是25 然后这个是QQ邮箱的服务器 我写在课件里面了 还有你自己的邮箱 当然是需要填进去的 呃 你的 登录邮箱的用户名 密码是可以在这里填进去的 那填完之后呢 你的Jango呢 就会用你这个邮箱 来发送邮件 那我们刚才 讲的那些 呃 这些错误啊之类的发送 它就会通过 你填好的邮箱的配置 来发送到你的邮箱去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Settings.py的 呃 修改和 配置呢 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课呢 跟同学们再讲 呃 模板 出错模板的 相关的一些知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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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